其他人我都不想见 其他人我都不想见 朱就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会想再求婚她 妈 我们聊聊吧 如果是关于朱就的 就不要谈了 你之前让我先了解她 好 我见了她两面 我明确地告诉你 我不同意 您不如直接说到没有背景 在事业上不能帮到我 对 你明白就好 你爷爷 已经放了总经理的智权 给了傅锡舟 他又有顾长荣的处处帮衬 你拿什么跟他争啊 这个家马上就是别人的了 妈 我答应你 一定会拿到公司 控制权 但不是以出卖我的感情 作为代价 儿子 你不喜欢支持可以 你齐伯伯的女儿 从国外回来了 我们找个时间 约她见一面好不好 妈 别再折断了好吗 其他人我都不想见 朱就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会想到求婚她 你这是故意跟妈妈 对着干吗 我从龙羽站起来的那一刻 就已经决定好了 我不同意 我不是来追求您的同意的 我只是来告诉你我的决定 我是你妈妈 你得尊重我的意见 妈 我一直以来 我都是尊重你的意见的 可你呢 你答应了我的事情 你都是在糊弄我 我没有糊弄你 我这是为你好呀 婚姻里不光只是爱情的 婚姻里不光是 只有爱情的婚姻 能不能做到她 但没有爱情的婚姻 一定不会幸福她 你和我爸就是 妻子 就算我和朱秋名能 sorte了最好 那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希望您能尊重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